我们看到沿海城市它的一个发展已经到一个高峰 那同时它的这个投入成本也比较高 在武汉这边相对也较低一些 同时它的商业的这个发展的契机 以及未来的南海的发展的远景 也是被定誉为国家中心级的城市 我们认为在中心级的城市来打造我们的创业版图 是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也是属于我们的创业者的创业天堂 画面中的人名叫王天山 今年39岁 是一名在武汉创业的台湾青年 4月6日 王天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武汉素有九省通渠之称 教育资源雄厚 是一片创业热土 而且疫后武汉比以前更有爆发力 沉淀下去的巨龙再度从水面下浮起来的时候 越要而上的时候 它的爆发力会比疫情之前来得更凶猛 因为它沉淀下去之后 有更多的机遇跑出来了 也同时筛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给到新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者 逮到这样的一个商业舞台商业机会 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准备要新加入的 或是还没加入的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王天山11年前赴武汉创业 致力于中药材GACP国际化种植的推广 和植物新药研发 利促两岸药师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并推动两岸药师职业资格互认 他还创立台青科重创复化空间 为在武汉创业的台青提供一站式创业辅导与服务 辅导来武汉创业台青超过50人 协助就业超过100人 回顾在大陆创业历程 王天山表示收获丰盛 计划主要就是将我们的中药材 做成国际化这样的一个版本 那如何国际化呢 就是将我们的这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准则 以及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创新的一个技术 在结合我们大陆的道地药材这样的一个优势 打造一个产业的新平台 就是所谓的中药创新的产业新平台 我们也期待说这样的一个中药创新的产业新平台 能够在国际发光发热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王天山积极参与抗击疫情行动 向武汉协和东西湖医院 捐赠抗病毒精华1000份和4000套防护服 与金楚群众并肩抗击疫情 谱写了二台血脉相连 守王相助的赞歌 谈及创业心得 王天山直言先融入再创业 他建议除了要保持自我的高度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心派归零 爱上这片热土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我觉得我们要发挥这个 所谓的这种同跟同种这样的一个选荣于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就是如何将台湾的青年让他们了解我们大陆现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这样的机遇 让他们也能够去理解 也能够去了解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让我觉得说 也承担了一部分这样的一个使命感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感谢观看